进教室之前就要洗手 新北市长侯佑仪先示范正确洗手的步骤 学童开学日将近30日特地到板桥区的江翠国小 视察学校的防疫整备情形 因为学童已经近4个月未到学校上课 所以任何防疫措施一向都不得马虎 所以这个隔板是不会拿下来的 上课当中都会疫情放在路上的 除了校园的整备情形外以后 市长也相当关心教师们的疫苗施打状况 并表示新北教师的疫苗施打率已达到96% 而尚未施打疫苗的教师 新北的社区筛检站也可以就近选择做筛检 让学童、家长及所有教师都能安心的上课 所以市长来这里特别谢谢 至于在这段时间市长大概也准备了9500万 让新北市的所有的高中职、国中小的整个防疫物资能够到位 从疫情爆发以来就相当辛苦的国小教师们 侯市长用视讯的方式帮他们加油打气 并拜托教师们 在教学时要顾及自身及血统的防疫情况 希望能早日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 接着迷山板桥报导